日本为了吃鲸鱼搞了个鲸鱼自动贩卖戏 原本以为不挣钱 谁想销量远超预期 别人越反对 厂上还越兴奋 这到底是啥情况 最近这些年 日本民间的反鲸鲸团体经常阻拦鲸鲸活动 呼吁人们不要吃鲸鱼 所以很多大超市大饭店都不敢卖鲸鱼肉了 只剩下中小鲸超市还在临行售卖 没人买货 鲸鲸公司自然有损失 既然别人不帮忙 咱就自己卖 于是在前些天跑到横滨市开了一下店 架设了三台鲸肉自动贩卖机 里面有鲸鱼刺身 鲸鱼皮和鲸鱼肉等等 价格从1000到3000日元不等 折合人民币52到156元 原本他们就闲思尝试一下 谁想开业之后销量报表 人气旺得很 赚了不少钱 所以补兴公司就决定扩大规模 在五年之内开100家鲸肉贩卖店 有人就很纳闷 这100家也没多少 那你得看看日本多大点地方 100家对他们来说足够多了 而环保组织认为 这些鲸肉贩卖店 会导致捕鲸范围增大 威胁更多鲸鱼的安全 又搞鲸肉贩卖机又大规模 商业捕鲸 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杀鲸鱼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日本小岛四面环海 渔业资源崩布的不得了 所以他们从几天年前的神文时代 就开始吃鲸鱼 那个时候的装备技术不发达 对鲸类种群威胁不大 再加上当时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所以日本人 捕鲸啊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160年前 蒸汽船和鱼叉炮出现了 日本渔民患上了满气身状以后 可以进行远洋捕狼 所以一些小体型鲸类 根本看不上眼儿 只有33米长 180吨重的蓝鲸 才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目标 100多年以前 世界上的蓝鲸还有20到40万头 到现在只剩下1万出头了 由于数量太少 日本牛脸啊 就去捕捕25米长的长续鲸 和16米长的赛鲸 谁想没过几年 这两种鲸也病危了 日本只好再次转向 去捕杀体型更小的小续鲸 小续鲸体长9米 体重十几吨 虽然比不上蓝鲸那么大 但鲸鱼再小那也是肉啊 日本现在为了捕捕小续鲸 都不远万里啊 把船开到南极 现在南极小续鲸 也成了鲸威物种 可以说每一种鲸鱼的鲸威 日本都供不可摸 日本捕杀鲸鱼 我国极力护鲸 同为亚洲强国 为啥差距那么大呢 1986年 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了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 不让大家商业捕鲸 日本嘴上说好 但是背地里却偷摸的捕鲸 所以常年受到大众谴责 于是在19年6月30号 退学了不干了 日本在退出 捕鲸委员会的第二天 就重启了商业捕鲸 他们表面说 民众想吃鲸肉 所以才捕捞 但实际上 是为了利益巨大的 鲸油等鲸制品 反观我国 和日本的做法大相径庭 咱不解不商业捕鲸 甚至建立了 20多个自然保护区 如果哪里有鲸鱼出没 附近的工程都要停工 就是为了防止噪音影响他们 2022年 一头抹香鲸 搁浅宁波海湾 我们就约了一天一夜 才把它送回大海 这要是日本 那不当场就是剩鱼片啊 俗话说 一鲸落万物生 死亡的鲸鱼沉入海底 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食物 甚至搬腾游客涌 就能把海底的营养带到海面 鲸少了 人也得受影响 所以保护鲸鱼 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我们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